第401章 开箱 自从拿到场地 办了客店工厂 苏木就在厂区里面大规模地泡起了培原零酒 从青城洞天里面采回来的加果液 它只留下了少部分备用 其余全都泡在了酒里 现在 要是谁去了客店工厂 都能看到一排排巨大的酒坛 摆满了厂区里的空地 在拿到了青椒的椒咸后 苏木又往酒里面加了一点 使得培原零酒的效果又有了提升 算算时间 这些大规模炮制的培原零酒 很快就能上市了 虽说这个药酒不愁卖 但该有的广告 还是得打 因为苏木不只是想要把培原零酒 卖给峨眉山的师生长头发 更想让普通人也买到它 通过长期 少量的饮用 来改善身体状况 甚至是焕发出第二春 重新踏上修行 之前苏木一直在琢磨 该找谁来打这个广告 请当红明星 就算他肯出钱 恐怕也没几个当红明星 愿意拿着药酒 一本满足地说出他好为好 一个屁上五楼还不费劲 又或者是Doing的一下 就有了头发之类的台词 此刻刷到锅球的朋友圈 苏木猛然醒悟 要什么明星 在这个世界里 修真的名家 是比明星更受普通民众 欢迎与崇拜的 要是能找几个知名专家 给培原零酒打广告 当代言人 还怕普通人会不买这药酒 要是大佬们拉不下脸说广告词 那就在广告里面担任专家 来介绍一下培原零酒呗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专家 不是专家表演户 而且也不需要他们昧着良心乱吹 培原零酒的效果 是有目共睹的 甚至他们中的不少人 都有亲身体验过 这个事 靠我去说肯定不行 得等文校长回来后 请他帮忙去游说 额梅山的那帮大佬 是最合适的 就是不知道肯不肯答应 或许可以建议文校长 从造福大众的角度去劝说 推销培原零酒 是为了提升国民素质 是立国立民的大计 苏木一边嘀咕着 一边拿出小本本 将宣传培原零酒的大略计划 写在了上面 具体的做法 慢慢再来完善 彩毛趴在院子里晒着太阳 听到他的话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付菲道 一个药酒而已 还上升到了立国立民的高度 至于吗 可转念一想 又觉得苏木这样说 倒也不算夸张 培原零酒确实能够顾本培原 普通人每天喝一点 能够强健身体 修真者每天喝一些 能够提升修为 要真推而广之 可不是立国立民吗 只是这日后 不会搞出一群习练罪权 罪见的修真者来吧 在苏木考虑着 推广培原零酒方法的时候 峨眉山纯阳剑场里的课 已然开始 飞剑系主任过来 讲了几句场面话 叮嘱大家 一定要好好学习见证知识 然后便走了 留下正式负责讲课的老师 与两位助教 这位老师并没有 直接教授见证知识 而是讲起了见证的一些情况 比如历史 发展状态 以及前景等等 郭球听得昏昏欲睡 忍不住小声吐槽 说了这么多 总结成一句话便是 学习见证是很有必要的 就业前景也是非常美好 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 就这么个屁事 还搞个全息大课 让我们必须来听 有必要吗 纳兰处赶紧拉了他一下 嘴唇不动地说 须 助教盯着你了 不想被飞剑定出来 就赶紧闭嘴 郭球一瞧 还真是有个助教 向他投来了警告的目光 顿时背下的一哆嗦 赶紧闭上了嘴巴 不敢再乱发牢骚 好不容易等到讲师宣布下课 学生们想要遇见离开 却又听讲师说道 都别着急走 只是课间休息而已 等下还要接着讲 学生们立刻发出了一阵悲鸣 这种课最没意思了 你要讲点干货 大家也能听得认真些不是吗 可再怎么不满 也没有办法 只能留在这里 继续受煎熬 休息了十来分钟 眼看着新的一堂课就要开始 有眼尖的同学 突然瞧见天空中 飞来了一只当护鸟 翅膀上面还写着SF的字样 快递来了 他激动地叫了起来 会不会是我们从课店来的宝贝 送来了呀 听到他的这一声叫 纯阳剑场里 所有的学生都激动了起来 骑刷刷的扭头 望向了飞来的当护鸟 当护鸟被吓了一跳 也就是在学校里 若是在外面 看到这样的场面 他肯定掉头就跑 鬼知道是不是遇见了要截标的 即便是在学校里 当护鸟的心头也有些发出 不知道这些人想要做什么 他不会说话 只能是从胸口挂着的储物口袋里 雕出了一块大板子 上面印着一行字 我是送快递的 不是坏鸟 学飞剑的人视力都不差 哪怕离很远 也看清楚了当护鸟板子上的字 当即就有人冲着他 大声喊道 知道你是送快递的 天天送我们学校 还能不认识你 你身上那些鸟毛是什么花色 我们都记得一清二楚 赶紧过来 把我们的快递给我们 就连这堂课的讲师 也在冲着当护鸟招手 过来吧 我在这里 没人敢伤害你 天空中的当护鸟 这才松了一口气 同时认出了下面这些人 不是要截标的好汉 而是峨眉山的学生 是他今天要服务的客户 他赶紧飞了过来 刚一降落 就被众人给围住了 甚至那位老师与两位助教 也同样围了上来 学生们刚才就在好奇 此刻更是忍不住问 老师 你们也买了客店的新装备 三位老师知道 他们在惊讶什么 笑着解释道 我们也是有子职晚辈的 这些装备是帮他们买的 原来如此 学生们明白了 但又有了新的问题 那为什么不直接寄给他们 还要这么转一遍 不嫌麻烦吗 讲师回答说 装备可以给他们 但开箱的乐趣不能让 我们花了钱 要连这点乐趣都不能享受上 还有什么意思 这特么野心 学生们无语了 紧接着是羡慕 为什么我 没有这样的长辈亲切 只要隔三差五给我新装备 不让我开箱 我也认了呀 在他们交谈的时候 当护鸟则是从胸前挂着的储物口袋里 不停往外面掏包裹 他虽然不会说话 但贴在这些包裹上面的单子 画有符文 会自行播报收件人的姓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是正常的收件名还好 若是比较奇葩的收件名 就难免有一种被当众处刑的尴尬感了 我是大家的小可爱 你的快递到了 一个长相可爱的女剑修 红着脸出来拿走了她的包裹 引流之主傲立给 你的快递到了 哎 我的 麻烦让让 听到播报 老师挤了进来 学生们惊讶了 老师你挺潮的呀 老师一脸得意 那是 我比你们想象中的潮多了 很快 不少学生都拿到了他们的包裹 郭球也拿到了他的包裹 很大一箱 毕竟是一整套的装备 此外还买了些别的东西 刚一拿到包裹 他就迫不及待地开拆 想要看看自己的运气 到底好不好 纳兰初还没被叫到名字 便凑到了郭球身边 想要看看他的开箱情况 郭球手指一点 飞剑搜地飞出 绕着箱子刷刷一顿削 脚带立刻被切断 箱子也一下子摊开 哇 看到箱子里面的东西 郭球和纳兰初 都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 并不是因为郭球 直接开出了限量版装备 而是箱子里面 垒着好几个木头盒子 每一个的做工都很精美 还有着炫酷的浮雕 以前客店卖出的宝贝 要么是没有包装 要么就是很low 看来这一次 客店施下了血本 最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 是盒子上面 龙飞凤舞的四个大字 刻金成仙 三位老师看到这四个字 更是神色一灵 题字的人绝对不简单 虽然是印刷后的产物 可我依然是从这四个字里 感受到了一股气息 旁边有个会捧根的学生 立马问道 什么气息 老师满意地看了这个学生一眼 心说很好我记住了你 以后肯定照顾你 凡是有提问都找你来答 同时说道 强者的气息 可不是强者的气息吗 这四个字 是苏慕用了一顿灵鸟 和食品酒 从古那儿换来的 这是货真价实的神剂 神的字迹 莫了 那老师又补充一句 这四个字 我们看不出太多的内容 但对仙灵书画专业的帮人来说 却是绝好的学习材料 事情也确实如此 在这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各个学校仙灵书画专业的学生 都在积极地收集着客店的包装盒 甚至还跑到藏宝阁 与咸鱼等地方去收购 搞得价格一路攀升 快打开包装盒 看看有没有限量版的装备 那拦出催促道 看别人开箱 居然比自己开还要紧张 你说这事搞的 对 开箱开箱 盗足保佑我 除了限量版吧 锅球一边祈祷着 一边打开了最上面的箱子 咦 看到里面的宝贝 那拦出一点错愕 第402章 献计运气 驴足显灵 在盒子里面放着的 是一把锤子和一摞强化符 那拦出不解地问 你怎么还买金弓锤 你不是有吗 我记得之前 你还在朋友圈里面晒过 郭球解释道 我那把是搞气修用的工具锤 那拦出明白了 你是看了昨天轻鱼打的广告 想要搞一把战锤 郭球说 之前我就看过不少 关于金弓锤用鱼战斗的评测贴 分析贴 早就想要弄把战锤来玩玩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 不是昨天那个广告 而是论坛里的一个视频 那拦出好奇地问 什么视频 郭球拿出手机 飞快打开客电论坛 挑出了一个视频 点击播放 视频中一个 同样是剑修的人 正在与学女憨战 学女不仅能够融于风雪之中 让人难以捕捉 同时还可以宁兵作假 防御力极高 视频中的剑修 实力略逊于学女 飞剑绕着学女一顿削 就是破不开兵甲 伤不到她 关键时刻 这个剑修拿出了一把金弓锤 锤向学女 后期环给打上了字幕 介绍这把锤子 有破甲和强力属性 然后就看到锤子轰的一下 把学女身上坚固的兵甲 砸了个粉碎 甚至连她身上的衣服 也遭到了波及 支离破碎 还有包衣效果 纳兰出惊呼道 同时睁大了眼睛 死死地看着学女 表情很是认真 可是等到遮挡视线的冰雪 被剑气吹散 纳兰出却是看到了 满屏的马赛克 坑爹的这是 一个学术视频 打什么马 纳兰出很是愤慨 觉得这些马赛克 阻碍了人类发展与学术进程 实乃大罪过 郭球看过很多遍这个视频 也暂停了很多遍 还从各个角度研究过 都无法透过马赛克 看见后面的真相 心情早已归于平静 这哥们确实不厚道 但这个视频 把金弓锤强化出破甲 属性后的威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 要是能有这样一把战锤 再配上我们飞剑的锋利与迅捷 不仅战术可以变得更加多样 实际战力也将得到提升 纳兰出一想 确实是这个道理 不由得也心动了 只是在犹豫 是该买金弓锤与强化服回来 自己强化呢 还是直接上珍宝阁 去收一个带破甲的 郭球收起手机 继续开箱 可惜他注定与欧皇无缘 所有盒子里 都只是普通版的法器 普通版也不亏 比同级 同类的 要好不少呢 纳兰出安慰道 郭球情绪低落地嗚了一声 虽说普通版的属性 确实很不错了 可毕竟没能开出限量版 心里面多少有些不开心 纯阳剑厂里 不少同学都在第一时间开了箱 但没有一个开出限量版法器 都在哀声叹气 我买了两套 一件限量版都没有 才两套你就别说了 我连开五套还不是没有 我是出了名的红手小王子 居然连一件限量版都没有开出来 这不宣学 客店是不是真的推出了限量版法器 别是骗我们的吧 客店虽然坑了点 但在这种事情上面 我还是相信 他们不会弄虚作假 限量版肯定是有的 但数量绝对少 要不怎么叫限量版呢 这稀有度也太高了 谁要是能够开出一件 还不得上天啊 听到周围同学的话 纳兰出坠坠不安 完全没有了最初的信心 这个时候 他也拿到了自己的包裹 郭球第一时间凑了上来 这货虽然对没能开出限量版法器 哀声叹气 可转眼就喊起了真香 迫不及待地 把全套装备都穿在了身上 左手提顿 右手拿刀 身上着鳞甲 神火飞压挂在胸口 腰间悬着他自己的飞剑 这造型 真怕他下一秒 就会喊出左青龙右白虎 老牛在腰间 龙头在胸口的台词 然后扑街玩玩 此刻换上新装备的 不只是郭球 其他同学也纷纷换了装 甚至还有人迫不及待地 试验起了新装备的威力 吓得四周鸟兽纷纷逃离 他们却是乐此不疲 觉得新装备真的很牛 这钱花的值 低落的情绪 由此得到了缓解 不过人们越发好奇 普通版法器都这要牛了 限量版的 据说还有提升 还有个 神威 特性 又得牛成什么样 郭球见纳兰出拿着包裹 却不打开 忍不住催促道 纳兰师兄 你还在等什么 快开箱看看 纳兰出摇头道 不急 开箱要有一事感 我昨天晚上 请一位擅长占卜的师兄 吃了顿饭 从他那儿问出了 今天适合开箱的几个时间点 其中一个点就在三分钟后 等到及时来了再开箱 能增加出货的几率 郭球闻言一愣 还有这是 你刚才怎么不提醒我 纳兰出一脸抱歉 我刚才太激动 给忘了 忘你个鬼 你个糟老头子 坏得很 三分钟很快过去 纳兰出掐着点 时间一到 立刻拿着三根箱点燃 又摸出一本书 放在了箱前 郭球凑上去一看 书名居然叫 走出非洲 同时 纳兰出还用手机放了一手 好运来 然后扑通跪地 口中念念有词 在前程祷告 道祖在上 保佑我开出一件限量版法器 我不贪心 只要一件就好 祈祷完毕 纳兰出在欢快的音乐声中 打开了第一个盒子 就是一件普通的灵甲 并非限量版 紧接着又连着开了几个盒子 都是普通款法器 围观的同学们 纷纷笑出了声 前奏搞得那么复杂 结果还不是说的普通版 我还以为是个王者 原来一样 是青铜 说实话 没见过这么沙雕的 真是笑死我了 纳兰出也很失落 按道 我又是掐着及时 又搞了这么多仪式 不会真是白费功夫吧 看着还剩下的两个盒子 他一咬牙 朝着紫织洞外的驴祖雕像 拜了拜 高声说道 驴祖保佑 我愿献祭周围人的运气 只求能出一件限量版的法器 周围同学们听到这话 脸都气绿了 你特么拿我们的运气来赌装呗 这是人干的事 没等他们开口喷 纳兰出双手伸出 同时打开了最后两个盒子 嗡 一片耀眼的金光 从左边那只盒子里绽放了出来 照亮了整个纯阳剑场 谎话了周围所有人的眼 短暂的沉默过后 纯阳剑场沸腾了 卧槽 出限量版了 真的出了 好亮的金光 这就是欧皇专属的光芒吗 刺瞎了我的眼啊 金 金色传说 屁的金色传说 这是限量版法器 比传说还要稀少 麻烦前面的同学让让 我拍个照 虽然没能开出限量版 拍照发朋友圈装的逼 也是好的呀 驴足显灵 驴足显灵了呀 前排出售驴足写真 日日观摩必成锦理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纳兰出激动的浑身都在抖 跟犯了帕金森症一样 他深吸一口气 稳住体内差点走火入魔的灵力 等到金光消退 从盒子里面 拿出了一把神火飞鸭 看样子 应该是轻女限量版 造型走的是唯美 飘移路线 仿佛是一只灵动的神鸟 比普通版的好看太多 同时还能清楚地感应到 这件法器的灵力波动 也要比普通版的强 纯阳剑场附近的人 甚至包括三位老师 全都看得是眼貌淘心 心动不已 不少人的心中 都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 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运气呢 旋即有人反应了过来 等等 他好像是献祭了我们运气 才开出了这件限量版的 卧槽 经这人一提醒 大家全都回过了神 我还没有开箱 他把我运气献祭了 那我岂不是铁定 开不出限量版了 不行 你得赔我一个限量版 难怪我连开五套 都没出限量版 原来是被他献祭了运气 虽然我开箱在他之前 可他肯定是一早就存了这个心思 所以我早早地就受到了影响 混蛋 还我运气 揍他呀的 把我们运气抢回来 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 情绪激动的偷学们 嗷嗷叫着 便扑向了纳兰初 要揍他 并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好运气 纳兰初被吓坏了 这么多人要揍他 简直不要太刺激 幸亏这些人 看在同学的情分上 没有说寄出飞箭 不然他非得被万箭穿身 剁成肉泥 可就算是没人用箭 被暴揍一顿也是很惨的呀 纳兰初慌忙想跑 可现在这情况 四面八方 天上地下 到处都是人 把他团团包围 哪里跑得掉 关键时刻 他想起了限量版的神威 特性 急忙灌入灵力激活 一股强大的威势 立刻从限量版神火飞压中 释放而出 让扑向他的人齐齐一顿 纳兰初还是想跑 因为神威 特性消耗灵力比较猛 他撑不住多久 而且等周围同学适应了 修为高的 肯定能扛住这个特性 继续扑上来揍他 可他刚起步 一只鞋子呼啸着飞了过来 竟是带着剑鸣之声 让他来不及反应 砰 鞋子准确地砸在了他的脸上 直接将他砸倒 灵气受制后 神威 效果立马中断 同学们齐齐回头 就看到刚刚讲见证课的老师 用预见术 把鞋子招了回去 他一边穿 一边骂骂咧咧 你个混蛋 居然敢把我的运气 也给陷进了 你就等着挂科吧 还有你们 愣着做什么 上呀 揍他 抢回我们的运气 同学们一听 老师都发话了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上就完了 呼啦一下就把那蓝出重重包围 那蓝出赶紧护住了自己的脑袋 哀求道 师兄师姐 你们打哪都行 千万别伤害我的头发 好不容易才长出来的 啊 哎呀 第403章 在场的各位都是拖 其实这一刻 不仅那蓝出开出了限量版法器 在西南科技与修真大学里 曾经错过了极品锤子的许玲和赵渊 正抱在一起 激动地喜极而泣 他们砸下大量金钱搞出来的风水宝地 又一次立了功 让他们开出了一件轻女限量版灵甲 这回 他们没有像上次那样 有眼不识金山玉 把极品当垃圾给毁了 他们开出限量版法器 同样产生了一片金光 直冲云霄 让宿舍区乃至远处教学区里的人 都看得是清清楚楚 这正是苏木耀的效果 看到别人开出极品装备 限量版法器 是能够勾起购买欲望的 要不然在游戏里 怎么会随时都有恭喜 XXX开出五星级 XXXX的公告在滚动 就是要给人心理暗示 刺激他们去课金抽卡 许玲和赵渊正高兴着 一群人便涌了过来 要吸欧气 赵渊没有阻止 只是在心里面冷笑 我们的欧气 都是课金刻出来的 岂是你们想吸就能吸走的 有土豪当场砸出重金 想要买下这件 轻女限量版的灵甲 遭到了许玲和赵渊的 一直反对 许玲仰头看着赵渊 含情默默地说 这件轻女限量版灵甲 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绝对不会卖的 赵渊低头凝视着许玲 说得对 这件灵甲 我们要当成传家宝 传给子孙后代 过来吸欧气的同学们 顿时感觉自己 被喂了满满一嘴的狗粮 真的不要太难受 在其他学校 也陆续有人开出了限量版法器 引得不少同学前去为官 同样也有不差钱的主 当场叫价要买 但是除了少数人卖了外 大部分人还是忍住了冲动没有卖 想再等等看 价格会不会还要涨 开出了限量版法器的人 自然少不了 要在朋友圈与学校论坛里炫耀 引得人们或是点赞 或是直接把他们拉黑 但是必须要承认 这些就发生在身边的好运气 比在网上看海报晒图 要刺激得多 尤其是当大家看到 限量版法器 不仅漂亮威力还强 神威 特性更是香得不行 都忍不住了 纷纷一咬牙 或是从网上再买一套 或是直接去学校附近的 法器专卖店 当场买了开箱 都想要赌运气 好开出一件限量版法器 就连已经开出了限量版法器的人 也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手 又去下单买了 想要把握住 红运高照的时机 趁胜追击 多开出几件限量版法器来 如果能够凑齐一套 那绝对是小母牛坐飞机 牛逼上天了 没人知道 这一切 都是在苏慕的预料之中 或者说 是在她的掌控之中 自从这些法器装备开卖 苏慕就让阿米亚做了统计 发现 来自各个修真大学的订单 是相对较多且集中的 便挑出了几家订单最多的学校 每家给发去了一件限量版的法器 苏慕很清楚 从一开始 就得有人开出限量版法器 只有这样 才能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开出限量版法器的同学 全都如苏慕所料 成为了她的托 这些人在朋友圈和论坛里的装逼发图 便是一种别样的宣传方式 让没有买新款法器 和没有开出限量版法器的人 看得是心痒难耐 没买的人 忍不住想买 买过的人 则是想要再去拼拼运气 至于已有的 耐套怎么办 要么留着备用 要么去珍宝阁里卖掉 有的是人享受 再加上珍宝阁里 不少土豪在高价求购限量版法器 将价格一路抬高 更是刺激了人们 想要开出一把限量版法器的心 什么 你问抬高限量版价格的事 苏慕有没有参与 当然没有 或许蛤蟆欧阳有上去骑哄交价 但欧阳做的事 跟我苏慕有什么关系 咱是一个有良心的商人 与此同时 青城山这边则是议论纷纷 他们中不少人 在昨天的考试里 已经买过了新款法器装备 所以自打昨天 看到说有限量版上市 他们便在论坛里面发帖 以及询问客服 想要得到一个解决方法 作为第一批 买新款法器装备的人 没有优惠就算了 难道连各种限量版的机会 都不给吗 论坛的管理员和客服妹妹 对于这些询问 都给予了正面回答 说是等到正式发货之时 会会出台解决方法 这才安抚了 青城山众人的情绪 此刻解决方案正式出台 所有在考试中 购买过新款法器装备的人 都会根据他购买的法器件数 得到相应的抽奖机会 大奖就是限量版的法器 除开大奖还能抽到一些代金券 满简券之类的东西 可谓诚意满满 当然 要是抽到一块钱的代金券 只能怪学统事在太妃 这就跟群里面 有人包了的二百的红包 十个人抢 你却连一块钱都没有抢到一样 看到解决方案 青城山的学生们很满意 一边叫着好 一边忙着抽奖 和其他学校一样 在青城山修真大学 苏木也是放了一件限量版法器 而且他很有良心 没说通过暗箱操作 把这件限量版法器自己拿了 这良心 谁能比 很快 一道金光就出现在了学校里 这么快 就有人抽到了限量版 不知道是谁 苏木架起飞剑 就去了金光出现的地方 还没到呢 便看见不少人 也在往那边赶 都是去拜欧皇 吸欧气的 到了后一桥 这个欧皇居然是固染西师姐 而且开出来的 还是一只玄冥限量版的盾牌 苏木对天发誓 绝对没有暗箱操作的成分 只能说顾师姐的运气是真的好 顾染西拿着盾牌演练了一番 让围观的同学眼睛都看红了 纷纷嗷嗷叫着 要再买新款法器 堵出一件限量版 让苏木惊讶的是 凯文虽然也跑了过来看热闹 却并没有追加订单 这和他看到好东西 就想要买下来的性格 不太相符 苏木忍不住问 你不想要限量版法器吗 想要啊 那你还不赶紧下单 不怕客店又卖断货 一套套买回来慢慢开 实在太麻烦 我打算等别人把限量版法器开出来后 一次性收个全套 巡灵也赶了过来吸欧气 听了凯文的话 就忍不住问 你就不怕收不到 呵呵 凯文云淡风轻的一笑 只要钱给够 就一定能买到 我最不缺的 便是钱了 苏木和巡灵无语相顾 都从对方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句话 狗大户 真塌娘的 让人羡慕 这才是真正的欧黄血统啊 从投胎就赢了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你找他 只要钱给够 肯定能够买齐一整套限量版法器 说这话的人 居然不是苏木 而是巡灵 凯文眼睛一亮 盲问道 是谁 苏木脸上露出的是好奇 心情却很凝重 按道 难道客店竟是出了内鬼 是谁这么大胆 是欧阳 还是苦损 不可能是阿米亚和小爱同学他们吧 巡灵说 是咸鱼上面的一个卖家 叫小树叶 这人经常会卖一些客店的极品宝贝 只要你肯给钱 他就能给你弄到SFR 所以不少人怀疑他跟客店有关系 要么是有亲戚在客店当高管 要么本身就是客店的人 只要是客店的宝贝 找他准没错 苏木听到小树叶这个账号名 先是一愣 卧槽 内鬼居然是我妹 下一秒回过了神 屁的内鬼 这个咸鱼账号 本来就是他让苏叶申请的 用来宰肥羊 阿胚 造福大众 感情是虚惊一场 巡师姐这是在帮我打广告啊 很好巡师姐 这份情意我记下了 下次再从客店买东西 我一定按相操作 多给你发几个鸡品 咸鱼上的小树叶是吗 我记住了 凯文点头道 又看了苏木一眼 这名字 倒是和小叶子很像啊 苏木丝毫不慌 这点眼睛还是有的 笑着说 确实很像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还和小叶子开玩笑 问这个号是不是他的 他是不是在客店有亲戚 寻灵哈哈笑了起来 凯文也笑了笑 没有多言 几个人在恭喜了顾染西后 或是离去 或是留下来 向顾染西请教开箱技术 苏木和凯文都走了 凯文要赶着去上飞见课 苏木则是回家 拿出纯糊诗书给他的书 继续干 转眼到了9月1号 这天一早 苏叶吃了早饭 跨上书包就要出门 去附属中学报道 自从生病 他就没有再去过学校 期待这一天 已经很久了 苏木继为他感到开心 同时也不太放心 叮咛这个又嘱咐那个 最后还说 你把小爱同学带上 其实你不用这么紧张 附属中学的安全性极高 不仅有防护法阵 在那教书的 也都是自己人 断不会让小叶子受欺负 一个好听的声音 从墙头传来 苏木扭头 就看到了沐浴 在朝阳下的纯糊月 他穿着一袭红色刺绣 如裙 坐在爬满了绿色的墙头 手里拿着一块卷饼 是苏木他们今天吃的早餐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溜进厨房去拿的 他显然喜欢 吃得很开心 眼睛都弯成了月牙状 两只脚弦在半空 晃来晃去 第404章 精英改造的新方向 见过纯糊诗书 纯糊老师早 苏木和苏协齐声问候 早 纯糊月点了点头 两口吃完卷饼 拍拍手 意犹未尽地说 你们这个卷饼还挺好吃 要是能再有点喝的 就更好了 苏叶听到这话 立刻转身进了厨房 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 苏木介绍说 这是我用灵豆做的豆浆 不仅甘甜味美 还有提神醒脑的功效 早上喝一碗 能精神一整天 纯糊诗书要是不嫌弃 就喝点暖暖味吧 纯糊月轻轻一纵 月下墙头 从苏叶手里接过豆浆 道谢后喝了一口 眼睛又弯成了月牙状 他看着苏木 眼中透着欣赏 你老师 以前没有少给我夸你的厨艺 我还以为他是在吹牛 今天才知道 你的厨艺确实不错 刚才的卷饼 也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苏木点头 他是一个讲信用的人 说了要给菜猫放假 那就真的是一放到底 连厨房都不让菜猫进 这两天所有的饭菜灵鸟 都是他亲自下厨搞出来的 不错 不错 纯糊月连连点头 看来以后 我又多了一个 可以蹭饭的地方 哎 苏木失职 我要是来蹭饭 你会不会不欢迎 纯糊师叔来蹭饭 那是瞧得起我 怎么可能不欢迎 说得好 我喜欢你 纯糊月很高兴 顺带接了徐月老底 你老师之前还给我说 让我小心你 说你这个人狡猾狡猾的 稍不注意 就会被你卖了 还得帮你数钱 但我觉得 你这人挺好的嘛 你老师肯定是怕我们抢走你 才故意在我们面前 说你的坏话 改天我一定要批评他 苏木说 纯糊师叔过奖了 但批评我老师 就不必了吧 纯糊月笑道 你还挺维护他的 行 给你个面子 旁边的菜猫和林餐 一个是想说不敢说 另外一个 是想说不会说 都在心里面吐槽 亏你还是林糊 连个人都看不透 还是他的亲老师 更了解他 你以为让你来蹭饭 就是好人了 瞧着吧 他早晚会在你身上 连本带利 把饭钱赚回去 纯糊月喝完豆浆 使了个净化术 将碗洗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才还给了苏叶 只是提了个要求 下次家里备点酒 最好是黄酒 放点姜丝 梅子干 煮了最是好喝 行 下次我在家中备一些 苏木硬道 心说你和谷应该聊得来 毕竟是有个共同的爱好 纯糊月很满意 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 我会帮你照顾好小叶子 你不用担心 苏木微微一愣 纯糊师叔 也要去附属中学 纯糊月点头 是啊 要不我这么早跑你家来干嘛 就是为了接上小叶子 一块去附属中学 他简单地讲了原因 苏木这才知道 原来附属中学的老师 都是从青城山修真大学毕业的 难怪之前 他说那边都是自己人 此外像纯糊月这种再读的博士 也经常会被安排过去讲课 当然讲的都是复课 或者选修课 这个学期轮到纯糊月去讲课 文武斌特地打电话 叮嘱他要照顾好苏叶 所以才特地一早赶了过来 听完解释 苏木和苏叶盲道 谢谢文校长 也谢谢纯糊师叔 老师 纯糊月摆了摆手 都是自己人 不用谢 又问苏木 我之前给你的那本书 你有在看吗 有的 快要看完了 苏木回答说 这两天 除了纯糊月给的那本书外 他还在看从生命学派成员那儿 爆出来的 关于基因吞噬 改造方面的书 要不然 早把那本书给看完了 快看完了 这么快 纯糊月有些惊讶 那我考你几个问题 看你学的怎么样 苏木赶忙道 纯糊师叔 你还是过段时间再考我吧 我现在只是通读一遍 让脑子里有个大概的印象 完了后 才是细读学习 这样呀 那行 等以后再考你 纯糊月一脸遗憾 苏木看到他的神情 再回想 他初次见自己 就拿下读当考试 忍不住悄悄嘀咕道 看来纯糊师叔很喜欢考人 当他的学生 日子肯定不好过 别人是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 在他这里 恐怕一天就要考好几轮 他在心里面 为跟着纯糊月的学生 默哀了三秒 当然 前提是有学生跟着他 看了眼时间 纯糊月招呼道 小叶子 你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我们就出发 苏叶早就准备好了 要不是纯糊月过来 这会儿都已经出门了 纯糊月没用飞剑 而是拿出了一张毯子 念了句咒语后 毯子便悬浮在了半空 这是飞毯吗 苏叶好奇地问 伸手在毯子上面摸了摸 软软毛毛的 很舒服 纯糊月语带得意地说 这可不是一般的飞毯 是用我化人形时吞下的毛 以秘术纺织而成的 虽然在速度上面比不了飞剑 但胜在舒适性强 并且在我的手里 还能发挥出很多的妙用 苏目一听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这飞毯 说是纯糊月的本命法器 也不为过 这种类型的法器 他还没有见过呢 忍不住就想要凑上去摸一摸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拆一点做研究 一点点 一个小脚就行 他刚伸手 还没碰到飞毯 就被纯糊月一巴掌拍开 男人近碰 哦 苏目一脸遗憾 连碰都不许 拆就更没希望了 又不是欧派 为什么不让碰 这么漂亮 这么好的一张飞毯 不能拆个脚下来 真是可惜了 纯糊月拉着苏叶坐上飞毯 说道 我们走了 下午放学后 我会把小叶子给你送回来的 苏叶也说 哥我去上学了 有失电话联系 苏目知道小叶子 期待这一天很久了 回首叮嘱道 去吧 和同学们好好相处 多认识点朋友 上课认真点 我知道的 苏叶忍不住笑了起来 说 哥 你今天有点牢的 苏目哑然失笑 仔细一想还真是 有种老父亲第一次送女儿 去上幼儿园的感觉 虽然他两辈子都没有对象 更别说 是娃了 纯糊月拿手在飞毯上面 轻轻一拍 命令道 走了 去附属中学 目的地确定 附属中学 为了您的安全 请符吻做好 不要把头手伸到坛外 一个声音 从飞毯里面传了出来 听着像是纯糊月 但没什么感情 多半是提前录制后 做出来的符吻和成音 不过一张飞毯 还给加入了智能系统 还能完成自动驾驶 这倒是挺不错的 苏目目送着飞毯远去 心里面琢磨着 或许可以试试 把智能系统加到飞剑 以及其他的法器上面 说不定能有很不错的收效 送走苏叶 苏目却没有出门 大一上半学期的基础课 他已经全部学完 甚至下班学期 买至大二 大三的不少基础课 理论课 他都通过自学与课金外挂 掌握得差不多了 所以现阶段 他正处在一种没课上的状态 得等到文校长他们回来后 再给他安排新的课程 这些天里 苏目除了每天去徐悦那儿 跟着学一些符文 单要 读方的知识外 便是在家里面 自行修炼与学习 今天自然也不例外 但他没有着急看书 而是先用对了焦弦的灵溪水 浇灌了灵餐还有加果 然后又给比鸟 菜猫 还有书精 各自喂了些吃的 最后去看了血湿神卵的情况 红色卵体里面的小蜘蛛 已经能够看得很清楚了 相信就在这段时间里 便能孵化出来 只是不知道 这些吸收了焦血 焦珠灵气的血湿神 会不会变得比他们 父母更强 强不强 其实无所谓 只要能多吐丝就好 等你们孵出 我留几只天赋高的在身边 其他全送去客金工厂 让你们端上铁饭碗 靠着吐丝 就能有灵气息 有丹药吃 这好日子 可不比当妖兽害人强 苏木一边说 一边也给血湿神卵 淋了些焦弦 淋溪水 卵里面的小蜘蛛 吸的那叫一个欢 做完这些后 苏木忍不住自嘲 又是浇花 又是喂鸟养虫 我这是提前过上 退休后的幸福生活了 摇摇头 他在院子里面 点上了一根宁神定破箱 拿出了从古那买来的 基因改造技术 一书 开始翻看 这些基因吞噬 与改造的书 挺有意思的 当然 没有一定的把握 苏木不会轻易尝试 无论疯了 还是变成怪物 都不是他想要的 不过这几天 看过几本基因吞噬 与改造的书籍 却是让他发现 这些技术用在人类身上 因为不完善的缘故 会有很多的危险 可要用在灵兽的身上 阻碍于危险 却是能小很多 或许 这能成为一个 新的研究方向 苏木看书正入迷 突然感觉 有人在他身后 给他轻轻捶背 哟 这是菜猫懂事了 不对啊 菜猫还在花坛下面窝着呢 也不是比喻鸟 那两口子在屋檐下养胎 呼噜声一个赛过一个 404更就不可能了 鸭正趴在香炉底下 张嘴吃着香灰呢 至于毛笋 还在门边窝着 而且他捶背 力道不可能这么轻柔 能把骨头捶散架 那是谁在丢捶背 朗朗乾坤 还是在修真大学里 不可能闹鬼吧 还闹到了我的头上 这不是老寿星上吊 找死吗 第405章 你是成熟的林餐 该学着自己料理自己了 苏木其实很清楚 给他捶背的 不可能是鬼 这院子里面 可是布下了好几个法阵的 真要有鬼跑这里来 立马就会被镇压 再说了 他在家里虽然放松 但还不至于被鬼摸到身后 都毫无察觉 给他捶背的 只会是自己人 所以才没有激活法阵 也没有激起他的防备 而既然不是菜猫他们 那就只能是 小三三 小突破了 能够自如地行动了 苏木扭声回头 旋即忍不住惊呼了起来 卧槽 大爷你谁啊 站在他身后的 是一个五短身形的 白胡子老头 造型就跟西游记 等神话片里的土地公 有的一拼 小老头听到苏木的询问 急忙回答说 参 参 接吧 不对 应该是刚开始学说人话 还不顺畅 苏木反应了过来 问道 你想说 你是林参 小老头赶紧点头 不对啊 苏木很是惊讶 你只是突破到一级 能够行动自如 开始尝试学习人言 已经很不错了 怎么还能化形 彩猫 鼻翼鸟都办不到 没理由你就能办到 听到苏木的询问 小老头身形猛的一变 又便回到了林参的样子 不过和以前相比 他的行动 确实要更加的灵活自如 以前林参跑路 都是靠的顿数 但现在的林参 不仅餐体看着 像是一个小人 更能将餐叶 身须控制得像手脚一般 借助身须支撑 走动跳跃 刚才他就是在用自己的身须 给苏木捶背 而苏木在看了他的变化后 也懂了 原来不是画形 是幻术 林参连连点头 幻术属于他的天赋技能 在助击成功踏入一级后 这个技能也得到了强化 以前他搞出来的幻术 其实是对人的空间感造成影响 从而产生一种 类似于鬼打墙的效果 而现在他可以用幻术 变换出更多的东西 也要更为真实 砰的一声脆响 林参又变成了白胡子小老头 苏木一拍额头 吐槽道 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 用个幻术 还要自带音效 你这要是对上敌人 还不得直接暴露了 另外 你用幻术冒充画型 我不反对 可你怎么搞个土地翁的造型 不应该是白白胖胖 穿个红杜兜的人生娃娃吗 一百多 林参版土地翁一脸着急 想要解释 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像急了上课被抽起来回答问题 却答不上了你 好在苏木理解了他的意思 你是不是想说 你已经一百多岁了 所以搞出这么个形象 林参赶紧点头 同时谄媚地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若非说话还不顺畅 少不了还要夸一番主人 明察秋毫之类的话 可惜他的马屁没有拍成功 苏木拔眼一瞪 说道 一百多岁又如何 你变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还要让我叫你爷爷 不说菜猫 404他们 只说毛笋和苦笋两兄弟 论年龄不比你长 人家变得都是精壮小伙 你变什么老大爷 我十分怀疑 你是想要 占我还有小叶子便宜 别说苏木还真是猜对了 林参确实存着这样的心眼 他的想法是 你们天天把我身须吃 我无力反抗 只能在称呼上面 占点便宜 被苏木一口道破了心思 林参吓得瑟瑟发抖 不敢再用白胡子老头的形象 赶紧变成了一个胖嘟嘟 肉乎乎的林参娃娃 讨好的看着他 耸得一逼 好在苏木没有要追究他的意思 只是问了他在助击后 除了幻术加强 能够自如行动外 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本领 林参不敢隐瞒 老实回答说 身须 这话什么意思 苏木想了片刻 问道 你是不是想说 你能控制身须的生长 让它多长 就能多长 林参连连点头 哎呦卧槽 这个本事厉害了呀 苏木眼睛一亮 仿佛看到了圆圆不断的身须 林参被他的目光 记得打了个哆嗦 似乎猜到了他在想什么 连连摆手 不行 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 苏木问 林参连说带笔花 苏木则是边听边猜 终于搞懂了 林参虽然可以让身须多长 但是需要消耗很多灵力 所以不可能像苏木想的那样 圆圆不断 不停地长了割 割了长 如此一来 这个能力就变得鸡肋了 依旧只能满足他们的日常所需 顶多是在有客道 存货不足的情况下 拿这个能力来应应急 白高兴一场 苏木很遗憾 只能自我安慰 没事 这才刚开始 能有这些能力 已经很不错了 慢慢来吧 等你的修为上去了 各种能力也会得到增强 用不完的身须 肯定会有的 林参刚开始还很感动 没想到苏木会表演 并且鼓励他 直到听见了最后那句话 才神色骤变 创然泪下 搞半天 你还是在缠我的身子啊 废话 你什么身份不清楚吗 你以前是林参 现在是踏上了修行的林参 味道更好 效果更佳 换谁来不得 缠你身子 再说 你除了身子 还有什么 能让人缠呢 苏木让林参 演示了一下 长餐须的新能力 只见林参变幻的小娃娃 憋红了脸 嘴里呗呗地叫着 片刻后 就有一节身须 从他屁股后面冒了出来 苏木脸都绿了 你没能在形象和称呼上面 占到我便宜 就要用这种方式来恶心我吗 苏木一笑 亲切地问 你是想被做成人参养容丸 还是想要被熬成独餐汤 林参再次怂了 赶紧撤去换树 变回本来面貌 这样长餐须 看着就要正常许多 旁边晒太阳的菜猫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暗暗吐槽 实力不够还要做 你这不是找死吗 要不是咱们院子里 就你一株林参 他恐怕早就把你拿来炖了 苏木哼了一声 然后才说 你现在正式踏上修行 除了每天的修炼外 也要向菜猫他们学习 找点活干才行 林参兴说我虽然没干活 但我天天都把自己的身子 贡献了出来 让你们享用 难道还不够吗 不过这话他犹豫了片刻 终究还是没敢讲出口 刚刚才作死过两回 试不过三 再来 恐怕就真要 被煮成独餐汤了 苏木说道 你看咱们这里 菜猫是大厨 不仅负责院子里 众人的一日三餐 还要搞直播 做外卖 工作是最繁重的 比翼鸟两口子 是专职司机 只是最近在修产假 毛笋不仅要当门房保安 同时还要在厨房里面帮忙 至于404 人家是外员 可即便是外员 还兼着助理 与家庭教师的活 满院子里 就你是最清闲的 你觉得好意思吗 林参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听苏木这么讲 他还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忙磕磕巴巴地问自己 能够做点什么 苏木安排道 这样吧 你一方面跟着毛笋 在厨房里面 给菜猫打下手 一方面学着做个营养师 你有这方面的资源 要好好地把它利用起来 林参先是点头 随后猛然反应了过来 我有当营养师的资源 什么资源 难道是指的我身体 卧槽 你这是想要 让我学着自己料理了自己 魔鬼啊 苏木看到他的表情变化 眉头一挑 怎么 你不愿意 我 我敢不愿意吗 小面要紧 林参急忙摇头 愿意 我爱学习 学习使我快乐 好吗 这一害怕一着急 说话居然都变得顺畅了不少 苏木说 没事 你要是不愿意就讲出来 我们可以商量换个活干 可以商量 那你把菜刀拿出来做什么 林参瑟瑟发抖 苏木解释说 你别害怕 我拿着菜刀出来 不是要吓唬你 只是想要削个指甲 我信你个鬼 糟老头子坏得很 林参赶紧表态 大意是说 我就愿意当营养师 谁不让我当 我跟谁急 既然你一定要当 那行吧 苏木把菜刀收了起来 叫了阿米亚 吩咐道 你那有营养师方面的教材吧 教教他 阿米亚应了一声吼 领着林参道 一边讲课 苏木看着他们认真学习的样子 欣慰地点了点头 喝了口林参雪牙茶后 继续翻看 基因改造技术 一书 转眼到了晚上 纯胡月一直在附属中学等着苏叶 在他下了晚自习后 街上他给送了回来 等到妹妹回来 苏木放下了心 道 谢谢纯胡师叔 不用谢 明早我再来接他 纯胡月摆了摆手 没有多留 坐着飞坛走了 送走纯胡月 苏叶进到屋里 苏木正想问问他 今天过得怎么样 就听他发出了一声惊呼 咦 家里怎么多出了一个胖娃娃 好可爱 哥 你把谁家的孩子给带来了 看仔细了 这是灵餐 苏木示意灵餐撤去幻术 献出原形 灵餐这是画形了 谈不上画形 只是一个幻术而已 那也不错 好可爱 苏叶等灵餐变回了大胖小子后 一把抱住开始揉捏 菜猫在旁边看得很嫉妒 这待遇本来是我独享的 苏木递了一杯灵餐雪牙茶给苏叶 问道 今天在学校过得还好吧 提到学校 苏叶就来了精神 放下灵餐娃娃 喝着茶说 很好 认识了好多新朋友 还学了跟你编著的那本 心编养气数 上面的东西 我早就学过了 我说书是我哥编的 同学们还不信 笑我吹牛 对了个 我周末想带个朋友来家里玩 不知道行不行 苏木没有说行不行 而是先问 朋友 男的女的 第406章 新的法术与符文 苏叶说的同学当然是女生 毕竟这才是开学的第一天 他连班上男生的名字都记不全呢 当然可以带朋友来家里玩 我非常欢迎 苏木笑呵呵地说 心里面则忍不住想 小叶子这么做 该不会是在为我考虑吧 看我单身久了 想要给我介绍的对象 真不愧是我的好妹妹 没有白疼她 只是她的同学 比我小了好几岁呢 怕是有点不合适吧 想到这里 苏木说 到时候多带几个朋友回来 我也好选一选 苏叶不解地问 选什么 苏木一愣 怎么 你不是那个意思 苏叶越发困惑 哪个意思 想差了 白激动一场 苏木有些尴尬 呃 没什么意思 哦 我的意思是说 想跟多几个 你的朋友见见 免得以后路上 碰到了却不认识 苏叶很怀疑 真是这个意思 苏木咬定不松口 当然是这个意思 要不然 你以为是什么意思 一旁的菜猫和林餐 都听猛了 你们这意思来意思去的 到底说了个什么意思 妈妈耶 人类的语言真是复杂 见苏叶的目光中 还是透着几分狐疑 苏木当机立断 转移话题 为了庆祝 你今天重回学校 我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是什么 苏叶的注意力 顺利被移开 好吃的吗 苏木从空间手串里面 拿出了一个大大的 包装很漂亮的箱子 摆在了桌上 你自己打开看吧 谢谢哥 苏叶放下了林餐雪芽茶 激动地打开了箱子 然而 里面并不是他期待的美食 而是一落落的试卷 什么 黄缸蜜卷 海淀鸣蹄 一英俱全 看到这些试卷 苏叶都呆了 虽说他确实喜欢学习 在开校之前 还预习了不少学课 但并不代表 他就希望 礼物是试卷啊 偏偏苏木还在旁边说 是不是很开心 这些试卷你放开了做 不用担心 做完了 哥在帮你买新的 包你 天天都有试卷可做 哥 苏叶叫了一声 怎么了 苏木问 你可真是我亲哥啊 苏叶这话 说得那叫一个咬牙切齿 苏木应道 废话 我要不是你亲哥 咱爸还不得接关而起啊 苏叶懒得再理他 拎着书包 转身回了房间去做作业 开校第一天就有作业 你说这事儿 找谁讲理去 至于桌上的试卷 苏叶还是给了苏木面子 全都收进了储物法器里 至于做不做 那就再说了 苏木帮他点了一根药箱 然后回了自己房间 拿出纯胡月给他的书 继续翻看 转眼又是几天过去 在这几天里 苏木每天都会去驻机场里转一转 在他的帮助下 今年愣是没有一个师兄师姐 拿着结业证书离开学校 都赶在了最后十线内 成功驻机 这让苏木在驻机场 以及尚未驻机的同学里 收获了极高的声望 大家都对他很尊重 哪怕是 没有报名他辅导班的同学 亦是如此 见着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苏老师 仿佛他真的已经成了学校里的老师 谁也不敢保证 自己在驻机上面就能一帆风顺 什么问题都不会遇到 有苏木这样的良师 在驻机遇祖时 至少还能有个希望 哪怕苏木也不是百分百能够辅导成功 可总比他们强吧 毕竟有娇人的辅导成绩 在那摆着 驻机场 72号驻机室里 大肆的师姐沈念威 在展示了一遍自己驻机的过程后 顾不上擦脸上的香汉 眼巴巴地望着苏木 苏木一手拿着笔 一手拿着的小本本 上面写了不少内容 其中有一些 还是画了重点符号的 沈师姐 我已经知道 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了 这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方案 接下来的日子 你按照这个方案来做 一定要把以前的错误全都改掉 不能带进新方案 不然方案再好 还是难以助机成功 要是你觉得 仅靠自己的努力 很难改掉这些错误 那我建议你 升级成贴心辅导套餐 让炮姐老师用他爱的奠基 来帮助你改错 苏木一边说 一边把这几页纸撕了下来 交给了沈念薇 谢谢苏老师 沈念薇急忙伸出双手 小心翼翼地 接过了这几页纸 这可是为他量身定制的 助机方案 对他来说 宝贵无比 沈念薇扫了 研纸上的内容 开篇就点出了 他在助机上的错误 还给出了改正方法 按说他犯的这些错 要改并不算难 可他还在第一时间表示 我要升级贴心辅导套餐 其实不只是沈念薇 还有很多师姐 都升级了贴心辅导套餐 甚至有些师姐 明明不用升级这个套餐的 还主动提出了升级请求 这当然不是他们 有充电宝的属性 喜欢被电 而是他们发现 在被泡解电过 在接受一波治疗后 身体会出现褪皮的现象 长出来的新皮肤 嫩白细滑 就跟婴儿的皮肤一样 效果比去美容院好太多 发现了这个情况后 有很人尝试自己电自己再治疗 可是换腹的效果并不理想 在没有找出原因与窍门之前 想要换腹的人 只能花钱升级套餐 让泡解来电一电 虽说修真者能够靠着灵气滋养皮肤 达到鹤发童颜的效果 可他们毕竟还未成功助击不是 再说 就算助击成功 想要达到这一水平 也得修行很多年才行 难道这些年里 就不管皮肤了 又不是那帮糙老爷们 随便拿个洗脚 怕都敢往脸上抹 苏木也在研究这个事 这个效果他都办不到 暂时只有符纹手办能行 他倒不是想学这个能力 而是想着 要是能把电机的痛苦 与其他副作用降下去 说不定可以搞个美容机构 一跃成为妇女之友什么的 苏木在收下了沈念薇 转过来的套餐费后 说道 泡解老师的辅导时间 已经预约到了下个月末 没问题吧 沈念薇道 没问题 只要他能电我 别说下个月末 就是再晚点 我也能等 顿了顿 又补充道 苏老师 我就是这么一说 你可别真把我的预约时间给延后了呀 苏木哑然失笑 说道 放心吧 已经排好了时间 不会变的 那就好 谢谢苏老师 沈念薇忙道 紧接着又说 对了 苏老师 我有几个外校的朋友 托我帮他们问问 你的助级辅导课 他们能不能报 苏木这边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谁还能跟钱过不去 而且在他看来 多一些人助级成功 成为修真者 是好事 不过这件事 还是要向学校汇报一下 他当即摸出手机 给文武斌打去电话 说明情况 文武斌的态度 如苏木所料 非常赞成 他巴布的修真者能够多一些 哪怕不是自己学校的学生 也没关系 因为只有修真者的技术上去了 才能培养出高手来 才能让修真技术 有更多 更新的发展 打完电话 苏木对沈念薇 以及其他助级场里的同学 宣布了此事 我的助级辅导班 很欢迎外校同学报名 大家帮忙多宣传 介绍来的同学 有提成 大家听了很高兴 响应热烈 谁还没有几个 在其他修真大学的朋友 就算朋友全都助级了 朋友的朋友里 总有还没助级的吧 把这些人介绍过来 不仅可以拿到提成 还能收获一段善缘 这可是利人利己的好事情 苏木则是在琢磨 助级辅导班要是做大 仅靠自己一个人显然不够 得培养出一批 合格且靠谱的辅导老师才行 不过这个事 倒是不用着急 慢慢来物色人选 宁缺无滥 这几天除了去住机场上课 装逼 苏木还把纯弧月 给他的那本书全部看完 并刻精把通神术的理论知识 提升到了十分 完美无缺 虽然纯弧月 有听说过苏木的学习速度很快 但还是被惊到了 只是最近没空 便约好了周末做测试 只要苏木能够通过考核 就教他相关的口诀 除了通神术的理论知识 苏木还在这几天里 干完了好几本 从生命学派成员身上 爆出来的书 再把基因改造技术 基因的选择与吞噬技巧100问 等书看完 并且提升到了十分 完美无缺 后 苏木对于生命学派掌握的基因知识 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他发现 以生命学派掌握的基因改造技术 对于人类而言 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与不足 这些便是危险的来源 可是相比人类 异兽对于基因吞噬与改造的接受能力 却是要强出许多 相关操作的危险性 也小了很多 苏木本想突破这些知识 做进一步的学习 却发现在突破之前 还要干很多书 不仅有基因方面的 还涉及到生物学 生理学 以及医疗 乃至进化学科等多个方面的知识 只能慢慢来了 不过苏木有做另外一个尝试 他试着把生命学派的这几个基因知识 进行了融合 没想到还成功了 虽然没能获得更先进 更前沿的基因知识 却是让他得到了一个新的法术 以及一道新的符文 第407章 异兽天赋 新法术的名字叫做 天赋提取术 在课经提升到了十分 完美无缺 后 品级达到了四级以等 以苏木当前的修为 完全可以学 按照课经外挂给出的介绍 不少异兽都拥有天赋能力 比如菜猫 它的天赋能力 是在敏捷性 平衡性等方面 而像寻灵师姐养的那只二哈 天赋能力除了嗅觉外 应该还有一个吐细控制 这些天赋能力 并非是后天学习得来 而是存在于异兽的基因 血脉中 是他们从一出生 就拥有的能力 其实人类也是有天赋能力的 比如智慧 还有学习能力 正因为有了这些天赋 人类才能够成为百灵之掌 而异兽除非是有后天机缘 开启了灵窍 不然在智慧与学习能力上面 是绝对比不上人类的 天赋提取术 便是可以从异兽的血液中 提取出一个天赋能力 将其封印保存 留待使用 看完介绍 苏木摸着下巴 左摸到 天赋能力属于基因信息的一部分 所以 天赋提取这个法术 应该算作基因吞噬技术的一个分支 生命学派的基因吞噬技术 用了厚利克 就会让身体与吞噬的基因相融合 但这个法术不同 它是提取而非吞噬 提取出来的天赋能力还可以封印保存 更像是一个运用于实验室里的研究型法术 同样因为知识融合得到的符文 也是与天赋有关的 叫做天赋要诀 在提升至完美后 品级达到了五级一等 虽说以苏木的修为 暂时无法学 但课金工厂里面的 蛤蟆欧阳可以学 让我们恭喜欧阳 在工具人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看了天赋要诀的介绍 苏木才知道 前面那个天赋提取术 并不仅是研究型法术 是要跟天赋要诀搭配使用 通过天赋提取术 提取到的天赋 能够以特殊符文的方式 书写在天赋要诀里 并且可以用给其他的异兽 以增加或改变天赋 这不就是打书吗 上辈子当过游戏策划的苏木 对于很多游戏都有研究 一看天赋要诀的介绍 立马便反映了过来 可惜天赋要诀给人用的话 非常容易失败 会让人陷入走火入魔 或者癫狂失控的状态 要不然 绝对是一个提升战力的好途径 或许再将基因学方面的知识 掌握更多 并一一突破 然后再把天赋提取术 与天赋要诀突破 才能得到 可以安全运用于 人类身上的相关技术吧 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行 苏木就算着急也没有用 只能慢慢来 如果能够给灵兽打上强力 契合的天赋能力 就算修为没有变化 战斗力也能提升不少 课经外挂给出的介绍 并不是很详细 苏木迫不及待地 想要做一些相关的实验 来深入了解 掌握天赋提取 与天赋要诀 天赋要诀 我暂时学不了 不管他 先来试试天赋提取 等成功提取到了天赋后 再去找欧阳 教他学会天赋要诀的符文后 再来进行后续实验 苏木从专用的储物法器里 取出了龙血 胶血 以及九尾蛇的血 龙血与胶血散发出来的灵气 让院子里面的菜猫 比翼鸟他们精神一阵 虽然不明白 苏木不久前 菜泡着龙胶血修炼过 怎么这么快又给拿了出来 但纷纷抓住机会 吸收灵气 苏木取出一滴龙血 在脑海里面 把天赋提取树过了一遍 然后对着龙血施展了起来 提取失败 试管里面发出轰的一声炸响 苏木及时后退 并释放了一个法术 罩住了试管 试管碎裂 飞溅的玻璃渣 被法术罩挡了下来 而龙血上面 则是爆发出一团火焰 让法术罩瞬间破损 还好这个火焰波及到的范围不大 很快便熄灭了 苏木凑近一瞧 那滴龙血 已经被烧得无影无踪 看来天赋提取树 并非百分之百成功 存在着失败的几率 就是不知道这个几率 是与什么有关 另外失败后 材料会直接摧毁 虽然损失了一滴龙血 但苏木并不是很心痛 实验肯定有损失与消耗 它早就有心理准备 只要有收获就行 失败同样是一种收获 能够从中分析出不少东西 苏木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 记录下了刚刚发生的事 以及自己的猜测与总结 除了做笔记 他还早早地 就打开了手机的摄像功能 架在一旁 录下实验过程 以便日后来做研究与分析 接下来 苏木又拿出两滴龙血做了实验 但都是失败 苏木设不得再用龙血了 古的龙血级别太高 换一种材料来试试 记录了相关情况 放下笔记本后 苏木又对着另外那些试管里的浇血 释放了天赋提取术 结果依然让人失望 十几次的提取都没有成功 这些浇血来自一条六级甲等的恶胶 依旧无法成功提取到天赋 综合两次实验结果 这个失败的几率 很可能是与修为差距有关 使用法术者的修为 若是低于目标物的本体 则存在较大的失败几率 猜测差距越大 失败几率越高 除了修为之外 暂时不知道 与血量的多少有没有关系 苏木在笔记本上 记下了这个新的猜测与结论 至于对不对 还要看后续的实验结果 他没有继续拿浇血做实验 而是换成了九尾蛇的血 同时这次 他用来提取天赋的血 不是一滴两滴 而是直接拿烧杯 装了一百毫升 反正 当初得到的九尾蛇血有不少 还做了好些血豆腐吃 头三次提取都失败了 第四次成功了 苏木从九尾蛇血里 提取到了一个名为 喷射的天赋能力 不过在成功提取到了天赋后 烧杯里的一百毫升九尾蛇血 虽然没有爆发出火焰 却是直接化作烟粉消散了 这条九尾蛇的实力 在四到五级之间 这个等级的异兽天赋 我能够提取到 但依然有失败几率 接下来 我看看血量的变化 对成功有没有影响 苏木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 一边将提取到的 喷射 封印 所谓的封印 其实就是用灵力 将提取到的基因信息包裹住 让它不会消散 但是这个封印会 持续消耗灵力 好在不多 非战时状态下 影响不大 不过 还是要尽快将它 转移到天赋药诀上面去才行 想到这里 苏木给欧阳打来的电话 让他过来一趟 重新把手机的录像功能打开 放到原本的位子上 苏木继续做着分析 这个喷射 天赋 应该就是九尾蛇 用尾巴喷出气件的能力 但在打给了其他一兽后 会变成一个什么的效果 有待后续的实验与观察 天赋提取术提取到的天赋 只有一个名字 没有相关的介绍 想要知道它的效果 要么是通过名字去猜 要么就得通过打书 把这个天赋 打到异兽身上 才能看到效果 实验还在继续 苏木又拿出了一些九尾蛇的血 进行实验 而且 每次实验用的血量都不一样 以此来观察 天赋提取的成功率 是否与血量有关系 实验结果表明 提取天赋的成功与否 还真是与血量的多寡 存在着联系 这几次实验证明 对于四到五级的九尾蛇来说 血量在八十毫升以下 必定会失败 但是血量增加 并不会让成功率提升 其中一次实验 苏木把血量提到了五百毫升 拿来的大烧杯装 可还是失败了 所以他猜测 增加血量 应该不会提升成功率 或者说 血量对于成功率的提升 是有限度的 并不能靠着堆血 就把成功率提到百分之一百 而成功的几次 有重复天赋出现 但也得到了 两个新的天赋 换蛇与硬化 换蛇应该是九尾蛇 召唤蛇群的本事 就是不知道 这个能力是只把蛇群换来呢 还是可以控制它们 如果只是换来 就太积累了 至于硬化 应该是与九尾蛇 超强的防御力有关 把成功提取到的天赋封印 苏木准备继续实验 可它的储物法器里面 保留着的一兽血 品种并不多 又舍不得拿菜猫 比翼鸟它们动刀 还好在学校的APP上面 有不少同学在卖一兽血 这些血 要么是它们在作业 考试中取得的收获 要么是做任务得来的 生意还挺好 因为一兽血是可以入药 做菜的 一些特殊的灵宠或者灵植 也需要用到 不过 学校APP上面 卖的一兽血 多是三级一下 好在目前是做实验 苏木也不挑 不同级别各买了一些 它这边下完单付了款 没有等多久 便有同学敲门 亲自给它 把血送了过来 也有同学没在学校 用飞剑或者当护鸟 把血给它快递送达 在苏木准备 要继续实验的时候 蛤蟆欧阳来了 见面就殷勤地问 老板 有什么事要吩咐我做 没等苏木回答 他本来就大的眼睛 却猛地鼓起 紧紧盯住了院子一侧 第408章 比魔鬼还要可怕的男人 被欧阳盯上的 是挂在院子里的血湿神卵 老板 这些蜘蛛卵 是给我准备的吗 你怎么知道 我好这一口 太谢谢了 欧阳激动得直流口水 就要伸出舌头 把血湿神卵卷进肚子 好美餐一顿 卵里的血湿神幼虫 被吓得瑟瑟发抖 苏木赶紧阻止 不能吃 他们是你将来的同事 同事 欧阳舌头伸出一半 顿住了 一边往回收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这些是血湿神 成虫土的丝间任耐操 还具备一定的法抗效果 是制作防具的上好材料 等他们孵化出来 我会安排 进场担任纺织工 说到这里 苏木盯着欧阳 警告道 如果让我发现 你利用植物之便偷吃它们 别怪我收拾你 好吧 欧阳看了眼 美味却不能吃得血湿神卵 满脸遗憾 再想到 以后会跟这些美味的 小蜘蛛一起共事 更觉得是一种煎熬 太折磨蛙了 呱 别看了 没见卵里的幼虫 都被你吓到缩成一团了吗 苏木美好气地训了一句 然后说起了正事 我叫你过来 是我心学了一道俘虏 但是因为修为不够话不出来 所以照你来帮个忙 又是拿我当工具人使 欧阳在心里面吐槽 嘴上却说 谢谢老板信任 我一定努力做好 苏木很满意 当即就把相关的知识点 讲了一遍 天赋要诀的级别虽然高 但是在掌握了 核心知识与技巧后 并不难学 况且 欧阳在扶阵上面 本来就有一定的造诣 所以 没用多少时间就学会了 紧接着又练习了几遍 感觉差不多了后 苏木把之前提取到的天赋 拿了出来 让欧阳将其画进符录 制成要诀 画质天赋要诀 同样存在失败几率 而且因为欧阳是初学 比较生疏 失败几率还有点大 苏木提取到的八个天赋 最终只有一个喷射 被成功画成了天赋要诀 这个失败几率有点高啊 苏木拿着喷射要诀 皱眉说道 欧阳急忙解释说 初学乍练 还有点手生 等以后熟练了 失败几率肯定能降下去 苏木点点头 我知道 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画这个符录 你灵力消耗情况如何 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欧阳在查看了一下 灵力情况后 回答说 在灵力满值的情况下 大概能够连续画二十次 然后就必须休息调养 毕竟是五级一等的符录 消耗怎么可能会不大 不止他了 天赋提取数 对于灵力的消耗 同样很大 再加上他们对修为 还有要求 最低都得是三级 所以 短期内是别想量产天赋要诀了 除非能够招聘到 大量三 四级的修真者 但这更不现实 苏木琢磨道 看来 天赋要诀 暂时只能用于实验 如果有好的 可以给菜猫 欧阳他们用上 至于量产上市 现阶段办不到 但在完成了前期实验后 倒是可以拿几个安全性 与实用性比较高的天赋要诀 放到珍宝阁 去拍卖 炒一波热度 为将来的量产上市 打个基础 顿了顿 他又忍不住叹了口气 可惜 刻金外挂的融合技能 暂时只能同系融合 要是什么时候 能够跨系融合就好了 到时候 把这两个知识 与气修技术结合 搞出一条天赋要诀生产线 还怕不能量产吗 苏木猜测 想要让刻金外挂 开启跨系融合的功能 至少要把修为 提升到四级 甚至更高 摇摇头 他收起 喷射要诀 准备先买几只实验用的艺术 拿它们测试过了相关情况 确定了效果与安全性 副作用等等情况后 再有针对性 选择性地 强化给菜猫它们几个 你先休息一下吧 苏木拿出一枚气疗丹 给了欧阳 他则对着刚买来的异兽 血继续施展起了天赋提取术 欧阳服下丹药 休息片刻 补回了灵力后 不用苏木吩咐 便主攻开弓 拿着苏木星提取到的天赋 开始化制天赋要诀 折腾了一下午 两人成功致出八张天赋要诀 其中有看着像是主动技能的 比如喷射要诀 也有的看着像是被动强化技能的 比如从一批血里提取到的 强力要诀 至于具体效果如何 还得拿一鼠做了实验后 才能知晓 眼看天黑了 苏木招呼欧阳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辛苦你了 欧阳吐出一口浊气 心说总算是结束了 今天这一番折腾 把他累得够呛 苏木又吩咐道 你回去后帮我买一些实验用的艺术 就养在工厂里 后续的实验 苏木打算在工厂里面做 那儿空间大 做相关的实验与测试 比家里面方便 再说 现在这家里 又是鼻鸟 又是菜猫 还有血尸神与毛笋 林参他们 要是再来一群艺术 那不是变动物园了吗 像什么话 欧阳点头应好 苏木又说 你回去后好好练习 过两天咱们继续 还要继续 肯定要继续 这么点天赋要诀 哪够用 听到苏木的话 欧阳头都大了 感觉自己以后的日子 怕是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 这年头 工具人也不好当了 正在心里面哀声叹气 耳边又听到苏木说 只要你把活干好了 奖励我是不会吝啬的 你不是一直想泡龙血吗 好好干 我会奖励给你的 真会奖励我泡龙血 欧阳顿时激动了 心中的那点不满 瞬间烟消云散 苏木笑道 当然是真的 我这么有良心 还能画柄骗你 不过有奖就有罚 若是活干得不好 不仅没有龙血 你还得受罚 欧阳激动地跟打了鸡血一样 将圆滚滚的大肚子 拍得孤瓜作响 保证道 放心吧老板 我一定把活干好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苏木点点头 行 我就看你的表现了 顿了顿 又问道 我让厂里 生产的两款飞剑 进度如何了 作为工厂的主管 欧阳还是很称职的 回答说 最近这段时间 工厂的生产重心 放在了灵甲 神火飞压等等 新款法器上面 两款飞剑的生产进度 受了影响 要是老板有要求 回去我就调整生产重心 紧接着 他提了个建议 老板 我建议厂里面 还是再添一条 法器生产线比较好 这样能让进度提升不少 如果担心会影响 法器质量 就用生产线 打造材料与粗批 让符文手办 负责后续的 金加工与组装 苏木考虑了一下 确实应该添几条 生产线 扩大生产规模 你这个提议不错 我会考虑的 民用版飞剑 可以加大点产量 另外一款 暂时保持 当前进度就行 哎对了 你有没有精怪朋友 想找份工作 有的话 可以介绍给我吗 你这是有了我一个工具人 还不满足 还想吃着碗里 瞧着锅里 欧阳在心里面吐槽 嘴上则连连答应 然后不要告辞回场 不着急 吃个晚饭再走吧 苏木说 还有我的晚饭吃 幸福来得太快 让欧阳有些不敢相信 他之前来蹭过两次饭 无论是苏木 还是菜猫做的林瑶 都让他觉得非常美味 早就想要再来蹭个饭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苏木笑着说 皇帝还不差饿兵呢 我能让你累了一下午 却饿着肚子回去 谢谢老板 老板真好 欧阳大喜 不要钱的马屁一个劲地拍 然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张着嘴巴流着口水 等待开饭 你这样子 跟隔壁的二哈一样 窝在花坛旁边 晒了一下午 太阳的菜猫 点评了一句后 站了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泥灰 就要往厨房去 苏木拦下了他 干嘛去 菜猫有点猛 做晚饭啊 苏木道 你不是在休假吗 好好歇着吧 我去坐 菜猫忙道 不是 我已经休息好几天了 再说做几个人的饭 也不算工作吧 他本来就是一个 闲不住的性子 而且又是真的喜欢 下厨做饭菜 之前是因为天天做 搞得他有些烦躁 所以才想要休息 可真休息了 不让他进厨房 两三天下来 他又受不了了 苏木一副 没得商量的态度 说道 那不行 说了休息就得好好休息 要不然被你粉丝知道了 还以为我是在磕待你呢 菜猫心说 我就这么点爱好 你还给我剥夺了 那才叫磕待我呢 他脱口出 那我不休息 复工 总可以了吧 复工是可以 但你粉丝要是问起来 怎么办 我就告诉他们 伤势已经痊愈 因为想念他们 所以开工 苏木装模作样地 考虑了片刻 才勉为其难地说 那好吧 不过这是你主动要求复工 不是我逼迫你的哦 知道 知道 菜猫如愿以偿地进了厨房 摸着灶台和过碗瓢盆 激动不已 老朋友们 想死我了 你们想我吗 直到他在厨房里面 忙碌了一会儿后 才猛然回过神来 不对啊 我好像 是被套路了 院子里 欧阳看着苏木瑟瑟发抖 这个男人真的是太可怕了 就是魔鬼 跟他遇上 恐怕也会被他忽悠瘸吧 第409章 文校长生气了 平时的生肖广场先有人来 今天却是人满为患 原来是去京城开会的校长 副校长 以及各系主任 在今天回来了 召集全校学生来这里开会 广场上 学生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好奇地讨论着 今天这场大会的内容 不少人都觉得 肯定是与前几天那场全校大考有关 跟着苏木考了个好成绩的同学 自然是 没什么好担心的 等着拿奖励就是 也是因为这 他们看到苏木来了后 都很热情 纷纷围了上去问好 没有考好的同学 则是愁眉苦脸 他们不仅没有奖励 说不定还要挨讯挨法 看着危惧在苏木身边那群人 喜笑颜开的样子 他们是既羡慕又后悔 当初不是没有人 拉他们加入独阵会员 可惜他们要么是舍不得缴纳会员费 要么是觉得这个什么独阵会员 是骗人的玩意儿 不靠谱 还不如藏在图书馆 食堂等地方 这几个区域 是老师们画出来的安全区 主要是怕在这里发生战斗 会对学校的公共财产造成损坏 就没让幻术生成的妖兽们过去 当时这帮人还在洋洋得意 觉得自己是选对了地方 藏在这几个地方 安全又不要钱 坐看外面打声打死 只需等待增援赶到 就能平安获救 那些妖兽并不是真正敌人 而是学校搞出来的一场实战考试 他们这些躲在图书馆 食堂里面自以为很聪明的人 全都因为消极避战 缺乏爱笑 未笑的精神被判了不及格 甚至还比不上几个 一直被妖兽摁着打的同学 因为老师们觉得 那几个同学固然战斗力不行 但是有为学校牺牲的精神 有切而不舍 连败连战的意志 一个没能考好的同学 后悔地叹了口气 要是早知道苏木的独阵这么厉害 别说九万多块钱的入会费 就是再加一倍 我都愿意给 听到他的话 其他没有考好的同学 起起叹息 更有人嫉妒地说 我仔细看了下成绩排名 靠前的好多 都是在苏木那里 买了会员资格的人 修为大多在我之下 我当时要是入了独阵会员 说不定排名前十都有可能 其他没有考好的同学 觉得这话说到新坎里去了 纷纷点头 是啊 后悔啊 当初怎么就没舍得出那钱呢 就在这个时候 人群中又传出了一阵骚动 原来是固然吸到了 不少同学围住了他 七嘴八舌地说 顾师姐 你的限量版盾牌呢 能不能拿出来 给我们开开眼啊 顾师妹 拿出来吧 让我们看看 与普通版的 究竟有什么不同 听说限量版法器的 神威特技很厉害 是不是真的 人们对于客店 推出的限量版法器 都很好奇 哪怕是一些 用不着这个品级法器的 高修为师兄师姐 一不例外 毕竟这些限量版法器的价格 已经吵到了一个 让人炸舌的高度 类似的情况 在这几天 在不少修真大学里 都有出现过 抽到了限量版法器的人 就像是明星一般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备受追捧的对象 甚至课间时间去厕所 都有人凑上来说一句 哎呦卧槽 你个欧皇还亲自来上厕所 你的限量版法器呢 能不能拿出来 给我们看看啊 完全不管在厕所里面 掏出一把刀来 是多么可怕的事 又不是一修歌 动不动就要唱歌机 至于做打怪作业 执行除妖任务等等时 更不用说 那叫一个受欢迎 都不需要爆出自己的修为 成绩与擅长的科系 只要把限量版法器一亮 有的是队伍围上来 问要不要阻队 而且还都是强力队 没点实力的队伍 根本不好意思往上凑 这样的情况 让人们对于限量版法器 越发渴望 也让客店的新版法器 一直热度不下 销量更是节节攀升 苏木也不吝啬 每天都会发出 几件限量版法器钓鱼 维持热度与刺激 目前看来 还是很成功的 顾染西拗不过大家的请求 只能把限量版盾牌 拿出来展示了一下 并激活了神威 特技 引得众人羡慕不已 各种牛皮 厉害 哎呦卧槽之类的称赞 不绝于耳 苏木和他身边的人 都瞧见了这一幕 巡灵想起一件事 扭头问道 凯文 我给你介绍的那个小树叶 你联系了吗 凯文硬道 联系了 怎么样 他那有货吗 有货 但他说要过段时间 才能发给我 还真有啊 看来这个小树叶 肯定与客店有关系 巡灵感觉自己 如柯南附体 推断出了真相 紧接着又好奇地问 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凯文摇头道 这个不清楚 我没有问价钱 直接给了他一笔定金 让他到货后通知我 反正我买东西 从来不看价钱 只看喜不喜欢 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 不是自找最瘦吗 被秀了一脸的巡灵很后悔 我他妈每个月 都过得精打细算 要算着还信用卡 还花呗 买个法器 都是再三考虑后 才敢下手 你倒好 买一套限量版法器 连价都不问 大佬 你缺保镖吗 会武剑 自己带狗的那种 几个人正说着话 突然看到 校长宇文武兵 费玉清 以及各系主任 出现在了广场上 原本热闹嘈杂的广场 立刻安静了下来 同学们赶紧找好位置 席地而坐 等到大佬们的训话 顾冉希直到这个时候 才抓住机会 挤到苏慕等人身边 顾师妹 最近很受欢迎吗 林军杰打趣道 她的修为虽然比不上顾冉希 但年龄和学龄比顾冉希高 叫她一声师妹 合情合理 顾冉希抱怨道 别提了 自从抽中了限量版盾牌 我走到哪 都有一群人 围着让我拿出盾牌来给他们看 感觉我就像是耍猴戏的 都快被烦死了 林军杰说 要不你把这麻烦给我 我不嫌弃 那可不行 顾冉希死死抱着盾牌 生怕有人给她抢了似的 安静 飞剑系主任聂颖娘 担任此次大会的主持人 她的清贺 仿佛贱民般 在众人耳畔乍响 记得众人汗毛一束 感觉好像 是被一把绝世好剑给盯上了 下意识地闭上嘴巴 连小声嘀咕都不敢 大会的内容 果然是如同学们猜测的那般 针对前面那场声势浩大的考试 做了分析与总结 对表现突出的学生 给予了夸奖与肯定 而对那些只顾着逃跑 见到同学遇险 也不肯相救的人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作为老师 我们希望你们成长未有担当 有责任心的修真者 而不是一个自私自利 死到有不死平到的修真者 这次考试暴露了很多问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一起改正 一起进步 老校长在大会的最后 做了总结陈述 然后又宣布 这次考试的奖励 将于下周 陆续发放给你们 听到后面这句话 压抑了许久的广场上面 总算是爆发出了一阵 欢呼声语叫好声 老校长停了片刻 等众人安静了下来 才继续说 还有一件事 挑战副本下周一正式开启 副本入口 就在宿舍区门外 方便你们随时进入 副本中不仅有强力BOSS 能够磨研你们的实战技巧 还有非常丰厚的奖励 尤其是麒麟刀 你们都见过了吧 我们特地设置了两个品级 好让不同修为的人 刷到后都能用得上 怎么样 你们想不想要 同学们齐声高呼 想要 麒麟刀的造型 简直不要太炫酷 跟课店的限量版法器 有得一拼 何况还有两个不同品级 满足了从一级到四级 不同修为学生的需求 至于四级以上 那都能当老师了 好意思去副本里面 抢装备吗 那就去下副本吧 各种宝贝都在副本里面 等着你们去取呢 照着稿子 念完了这句 中二气十足的话后 老校长大手一挥 散会 大佬们纷纷离去 学生们则不着急走 而是呼朋唤友 寻找起了队伍 有一起去开荒副本的吗 我非见 力士双修 能扛能输出 还有强力灵宠 求个长期的 靠谱的队伍 随灵石队 随机队 就别找我了呀 本人精通灵直 但要 奶量十足 最近还在研究毒药 有一定的输出与控制能力 同时化多能坎 可以活跃气氛 有要的队伍招呼一声 加个微信 强力开荒队 有肉油奶有输出 缺一个辅助 来个扶阵 或者预售专业的同学 先临声乐 或者戏剧专业的也可以 但必须要会演奏 男儿当次强 或者会跳 琴王破阵舞 另外 还必须要有全套课店新款法器 力士专业 各项课程均是优秀 可以提供学号查询 同时还上过苦修课程 对挨打有特别的喜好 别的不敢说 就一个字 能扛 哪怕队友死绝了 我这个肉盾都不会死 求个队伍收留啊 顾冉希 凯文等人 也在讨论着下副本的事 唯有苏木没有坑声 他正听着文武兵 用传音术送来的话 去我办公室等着 有事找你 苏木忍不住皱了皱眉 感觉文校长的语气 有点不对劲 他好像是在生气 谁惹他生气了 不会是我吧 第410章 这是吃醋了 苏木仔细想了想 觉得惹文校长生气的人 不可能是他 我刚考了第一名 文校长怎么会生我的气 一定是别人惹到了他 这个倒霉蛋要惨了 肯定会被狠狠收拾 苏木想要回复文武兵 一抬头 发现人影都见不到了 这超出了他传音的范围 好在还有别的办法 他拿出手机 飞快地给文武兵发了条信息 收到 这就过去 同时耳边听到顾冉希 和凯文几个人 再问他 苏木 我们一起组对下 挑战副本怎么样 可以啊 苏木收起手机 点头答应 虽说挑战副本 源自他的提议 但他并没有参与具体设计 对副本里的情况 不是很了解 想去看看 老师们到底是怎么弄的 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毕竟他是不愿 透露姓名的热心同学 要积极 为学校献严献策吗 何况在挑战副本里面 还能得到实战魔力 提升经验与实力 说不定还能学到许多新知识 新法术 除了可能会被打得很惨外 几乎没什么缺点 顾冉希 凯文他们几个 在修为上面 是稍微的弱了点 但是胜在默契度 与配合度高 而且听话听指挥 这些都能弥补修为上的不足 下挑战副本 最怕的就是 没配合 没组织 那样的队伍 单兵能力再强 也是送 见苏木同一组队 大家都很高兴 对他们来说 有了苏木 就等于是有了主心骨 凌军杰想起一件事 说道 我认识一个学长 之前有参加挑战副本的测试 我这两天找他套套话 看能不能够问出一些挑战副本的真实情况 不求能够拿到一份内测攻略 多了解点情况也好的 大伙纷纷点头说对 七嘴八舌地给凌军杰出主意 告诉他该怎么去套话 才更容易成功 搞得好像都是心理专家一样 可是仔细一琢磨 这些主意大多不靠谱 政治甚至提议说 老林 我看你长得还可以 要不你牺牲色相 来个美人计怎么样 林军杰差点没喷了 美人计个屁啊 那是学长 又不是学姐 万一他好这一口呢 滚 说话间 有几队人走了过来 想邀请苏木和顾冉西 加入他们的队伍 在这些人看来 苏木的独阵 刚刚在大考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搬到副本里 应该也能发挥出不错的效果 至于顾冉西 实力虽然一般 刚刚突破到二级 可是他有限量版盾牌啊 这只盾牌 让骨染西的防御力大大提升 就算不能当个主坦 做个副坦 也是可以的 最关键的是 他能抽中限量版法器 说明他的运气 很好手很红 有这样的欧皇坐镇 还怕抱不出好东西 没看到有些队伍 为了能够增强运气 还专门要招学过风水 占卜的队友吗 为的就是 能够算出一个良辰吉时 以特殊的姿势下副本 打怪摸尸 好增强运势 提升极品宝贝的暴力 可惜 苏木和顾染西 对他们的邀请并不感兴趣 都蜿蜒谢绝 不好意思 我们已经有队了 这几个队伍当然觉得可惜 却又不好多纠缠 只能说 以后有机会 大家再合作组队 然后便走了 去邀请其他看得上的同学 免得又晚一步 被其他队伍抢走 但也有人凑了上来 询问说 你们队伍还差人吗 我实力不弱还听话 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绝对的任劳人愿听指挥 要是不能当个正选 做个轮换的替补也行啊 这些人 多是之前的独阵会员 在大考中 跟随苏木尝到了甜头 便想在挑战副本里 继续跟着苏木混 你问他们 我不负责这个事 苏木抬手朝着裴俊 林军杰等人指了指 于是这些人 立刻将裴俊他们围住 爆出了自己的属性资料 想要求职 我是主修丹药的 会好几种治疗术 与状态强化术 保证能让你们 就算是被打得遍体鳞伤 血流满地 都还能支冷起来 继续挨揍 我主修的是气修专业 最擅长维修法器装备 还能利用各种材料 制造法器陷阱 就是方向感比较弱 而且好容易往事 常常忘记自己 是把陷阱布在了哪里 但我想 这些是影响不大的 对吧 苏木星说 确实影响不大 顶多是被你的陷阱团灭嘛 吐槽归吐槽 他没有掺和招收队员的事 而是说 文校长找我有点事 我先走了呀 一听是文校长相招 大伙纷纷道 你去吧 这里交给我们 苏木点头应道 行 我先走了 有事电话联系 玄机拿出床板大的飞剑 坐上去就飞走了 大部分同学 都没有见过苏木的飞剑 被唬得一愣一愣 床板也能当飞行道具 还真是别具一格呀 苏木刚走 又一个人找了过来 见这里在招聘队员 想了想说 我也报个名吧 看到新来报名的这位 林军杰他们拒势一愣 林师姐 你要报名参加我们的队伍 来的这位 正是飞剑系主任聂颖娘 新收的学生林剑娥 她点了点头 反问道 是啊 不行吗 行 当然行 众人很是激动 林剑娥的飞剑很厉害 否则也不会被聂颖娘 收为弟子 这可是一个输出好手 强力 DPS 有了她和苏木 过挑战副本稳了呀 激动的同时 大家也很纳闷 以林剑娥的实力 不难组到更好的队 为什么要选择他们 难不成是看上我了 林军杰和郑志的心中 不约而同地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 于是他们对待林剑娥的态度 明显变得更加热情 荀林和顾冉西 察觉到了这一情况后 琪琪翻了个白眼 哼 男人 另外一边 苏木已经到了文武兵的办公室 但文武兵还没有回来 只有秘书在 秘书把苏木 引进了文武兵的办公室 倒了一杯热茶后说 文校长还没回来 不过他交代过 你来了 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等着 苏木接过茶 道了一声谢 问道 你知道文校长叫我来 是有什么事吗 秘书摇头道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他没提 我也不好问呀 好吧 苏木点了点头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的话 我就出去忙了 没事了 你忙你的 行 你坐着 我就在外面 有事叫一声 秘书出了办公室 刘苏木一个人在里面坐着 左等右等 等了好久 都没有等到文武兵回来 苏木忍不住了 推开门找秘书打听 你知道文校长 什么时候回来吗 秘书 从一堆文件里抬起头来 回答说 不知道 他没说 苏木无奈 道了一声谢 回到办公室里继续等 突然 他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 忍不住想 文校长不会是在 故意恋我吧 难道惹他生气的 不是别人 真就是我 没理由啊 苏木皱着眉头 嘀咕了两句后 摸出手机 给徐悦发了条信息 老师 你知道文校长 最近在生谁的气吗 消息发出去好一会儿 也没见徐悦回信息 苏木又打了个电话 还是没人接 看来老师多半是在做实验 把手机开的静音放在一旁 跟了徐悦这么久 苏木对徐悦的工作习惯 还是很了解的 徐悦这边联系不上 他只能给纯胡悦发了条信息 询问此事 纯胡悦估计正好没课 秒回了信息 除了你 还能有谁 我们都是听话的乖宝宝 卧槽 还真是我 苏木惊了 但他实在想不起来 自己是哪里惹了文武兵不高兴 只能说 纯胡诗书 给个提示 我是哪里惹到文校长了 消息发了过去 没几秒钟 苏木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纯胡悦懒得发信息 直接给他打来了电话 苏木刚接通 还没开口 就听到纯胡悦问 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最近 是不是写了一篇 预售方面的论文 是啊 苏木先答了一声 紧接着反应了过来 文校长 是因为这个事情生气的 他不许我写预售方面的文章 不应该啊 他不是一直都很支持 我写个学科论文的吗 纯胡悦就证道 不是不许你写 他生气 是你很久 都没有写过 单要方面的文章 结果前脚刚答应了他要写 后脚 却搞出一篇预售论文 文校长 这是吃醋了 苏木明白了 纯胡悦没有忍住 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这是你说的 不是我 不过你这形容倒是很贴切 我劝你这段时间 还是别去见文校长了 先躲着 等他气消了再去吧 苏木苦笑道 躲不了 我就在他办公室里呢 虽然他人不在 但我不能走 走了他 肯定更生气 纯胡悦同情地说 那你只能自求多福了 苏木想了想 如果真是因为论文 他倒是有办法让文武兵转怒为喜 不过有个问题让他很纳闷 文校长是怎么知道 我写了一篇预售论文的 是不是你那论文发表了 没有啊 我连审稿意见回复 都没收到呢 那我就不清楚了 谢过纯胡悦 苏木挂断电话 开始准备 能让文武兵转怒为喜的东西 谢谢大家